講完這宗新聞,我們會收到這些邀請卡,很多東西送過來 假設有人說今天有宗新聞,就算我不要六七宗,我都一定要講這宗 因為我覺得陳彥恒一定會被人抓去坐牢 你最想我被人抓去坐牢,你最想的 我第一時間報警,太小便宜 你最想的呢? 是因為你的屁股辣瘋,所以我叫你死定屁股 是另類教育,希望你不要五度發磨 再吵,吞在你的臉上 我是那些,口臭心底善良 你明白嗎? 要提防真的要嘴甜舌滑 對呀,無緣無故哄你 對呀,哄你對你好好的,你真的要小心一點 無事顯欣勤,非間直到 對呀,這樣哄你那些,一定走過來 騙你財不騙你色那批 那我就生氣了 對呀,那這些是壞人 我就壞人了 天大的壞人,騙財騙色才是第二格 沒錯,正是騙色不騙財 沒有問題 No problem Alright Alright 這是什麼節目 這些節目 怎麼用這些人做節目 沒錯,這些節目就賣鬼聽了 有雙風化 馬上關掉它 但一直開發 一秒馬上開發 好了,在這裏說,陳彥恒 假設有一天 有的有的,我曾經也試過 是真的有的 有的,譬如參加一些 譬如遊戲比賽 電視台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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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視台很流行的 有一次就是 有人問我,我是合不合法的 他說,關什麼事 有一次是有一個女藝人走過來問我 他說他很幸運 他就不知參加了什麼 就有抽到一個五萬元的連卡佛的禮券 明白 他說他就不在這裏買東西 有沒有人半價幫你買它 如果買開東西的人很有興趣 半價 25元可以變成5000元的禮券 五萬元 你就可以去買五萬元的禮券 如果我是這間百貨公司的打黑粉絲 我會去買 對於那間百貨公司也沒有損失 後來是,因為沒有損失 所以應該可以 假設陳彥恒貴為一間 香港很大百貨公司的VVVIP客 你知道很多百貨公司都有VIP客 剛才我說過的都有 但那些是不行的 那些是因為你用了我們的名字 就不是一張卡 跟人的 如果陳彥恒是那間百貨公司的VVVIP 三個V才有這個Discount 七折 但是因為它就是認卡不認人 是 它就跟某些不同 認人不認卡 那這個就是認卡不認人 你就說 其實我都不是很在這間百貨公司買東西的 不如我買給你 例如你經常都要光顧 是不是 IB IB的衣服你最喜歡的 我買給你 三千元買一張卡給你 行不行 那又不行了 因為那張卡是寫著那個卡主的名字 沒有 都沒有 沒有會變的 沒有 但是因為你是他的VIP 他送給你 那如果沒有會變 即是誰拿著這張卡 都可以用到七折去買東西 如果這樣說的話 但是你要記住 那個公司是因為你陳彥恒 我才送給你 是希望你來幫襯七折 不是你派街坊 但是你從中娶你 就是你拿著 人家是給你面子 而給你這張卡 但是你最後拿著這張卡 你會賣給人 我就賣給人 這樣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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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應該不行 除非那張卡上面寫著 不可轉售或者買賣 這些卡全部都寫著不可轉售 那如果寫了就不行 如果寫了就不行 這些卡你看到後面 全部都寫著不可轉售 那如果寫了就一定不行 如果沒有寫的話 我都覺得應該可能可以 有個灰色地帶 因為沒有寫 你只管我 這支筆是我的 我喜歡一元買給何小姐 不行 那東西是我的 你只管我 這個世界在你陳彥騰有什麼不行 你這麼浪禮 這個世界 做老闆最怕是浪禮的客人 是啊 還有浪禮的員工 是不是 真的大了 一定是怕你 是啊 好啊 好啊 其實是不行 因為怕了你變成可以 是啊 你不覺得嗎 但是經常都是以浪禮來 要別人屈服 那是嘛 除非你說那件物件上面 是寫明不可轉售 不可轉載 不可販賣 就說了 你都沒有寫 那這件物件是我的 你這隻是我的 OK 那你覺得你賣了這張VVVIP卡 給李麗蕊 你收了三千元 要不要坐牢 如果上面沒有寫這些 不可販賣 我是覺得不需要的 嗯 嗯 坐牢嗎 坐牢是刑事的 刑事 我覺得不需要的 你覺得不需要嗎 不需要 不得轉讓的東西 如果陳彥騰寫了 應該有機會 因為如果你是不得轉讓的東西 就是屬於公司的財產 那間公司的財產 那間公司的財產 很難說的 嗯 不是說要坐十年 對 怎樣都要坐十日 嚇嚇你的 就是屬於公司的財產 那是什麼罪呢 這些是職財 那些罪呢 那些罪呢 這是什麼罪呢 那些罪啊 抹騙啊 因為不是你的 你拿照 你拿照拿照拿來取你 是否有什麼意思 你得到七折都是犯法 除非這樣,我去買的時候就把他去買 可以可以,你把他去買絕對可以 因為當是你買,但你給了他獨自去買 都不行 你怕不怕要坐假嗎? 我有一個問題,因為我試過是這樣的 我有一個朋友在某大百貨公司有一張VIP卡 有一次我去買的時候 他就問我有沒有這張卡 我沒有,但我知道我有一個朋友有 我沒有利用他那張卡去拿折頭 但既然那天我都要買了東西 還有一批多大批化妝品 我覺得就是有些資金無謂浪費了他 我可不可以把這些資金給了我朋友 可以啊 可以啊 可以給他 但是是怎樣呢? 他不可以要我用信用卡給錢 要給錢嗎 給錢就可以 把這些資金入到我朋友的帳戶 因為他在儲分 其實只不過是個員工 這個檢查的員工 幫你這樣做 未必得到公司的認同 我再說回公司的法律 跟這個員工 不等於公司給他這樣做 所以他就叫你拿錢來 如果不是 如果是可以的話 你信用卡也可以 如果信用卡 信用卡 因為大家的名字不對 名字不同 對 但是你很奇怪 其實為什麼不行呢? 如果我跟朋友去 不就是Policy不行 其實我不明白為什麼不行 因為 我可以跟你去 例如 行者有這張卡 我跟他一起去買東西 到最後的時候 我買東西送給他不行嗎? 我簽我自己的卡 但其實我的東西是買給我自己的 那也可以的 不行 但為什麼他不給我簽信用卡 不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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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認同 為什麼呢? 你可能在日後得到的獎品 得到的所有東西 是錢來的 嗯嗯嗯 那就是有去騙的一些東西 等於我們以前在電視台 玩的那些遊戲 就有很多獎品 那獎品又有抽油煙機 又有廚櫃 有按摩椅 甚至可能有機會台慶是抽車 那你都可以七折八折轉賣出去 當然可以 那些禮物是你的 給了你的 不是我的 是你的財產 現在不是你來說 那些不是他的財產 那些分數是那家公司的財產 嗯嗯 等於 Discount 你覺得這個Discount是誰的財產? 首先就是這樣的 他給你七折 那中間這30%是誰的財產? 你要先想這個問題 這30%是誰的財產? 嗯嗯嗯嗯嗯嗯 有些店鋪 你去教別人騙了這30% 就是騙他的財產 嗯嗯 那我就知道有些店鋪不是太嚴謹的 譬如 你是這個店鋪的會員 那你是有個會員的號碼 那只要我在這個店鋪買了東西 我說了你是那個會員號碼 他都即時給我折 嗯 他就說不用show 又有些就說 你說出你的會員號碼 那我這裡就馬上有折 OK 你這樣做不等於合法 OK OK 只不過他們不理 但如果被人突然抽證 一扯出來 可能就是違法 OK 你明白嗎 我明白 我明白 我只不過是想告訴你 就是我有這樣的個案子 你也有這樣的個案子 其實你說說這些 他們大家都不會很嚴謹地去執行 明白 尤其是我的個案子 就是我沒有用那個朋友的卡 來拿到折扣 但只不過我覺得 既然我都已經買了東西 那我可以給他 那些份 他就說OK 是可以的 因為大家都這樣做不等於那件事 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即是說如果那間公司 收拾得正 有沒有搞錯啊 要不要收拾得這麼正啊 人人都這樣做 但當他收拾得正的時候 原來犯了法 那他就抓你了 地球上有很多這些新聞額 以前可以的 現在不行 那樣東西是一向都不行 以前就說 只要把會員號碼出來 就立即有百五折 現在沒有了嗎 因為真的有那個會籍 有那個人 我拿了他的折扣 但你又真的做了一整個生意 然後你又會把分給他 入到那個人的帳戶那裏 我只不過是負責付錢那個 沒錯 然後我又有折扣 我又光信了你的公司 好像兩家都贏了 好像一家便宜兩家著 那種感覺 就等於什麼 你問我 有些名牌子 有些名牌子 給我們藝人的折扣是挺高的 就是某些的牌子 如果這個人到 他怎樣都給不到你的 那這個真的收拾得很正 因為他會覺得 他因為是你這個明星 我們才給這個折扣 街外人是不可能得到的 那你這個明星又到處派他的折扣出去 那他都會覺得 你又要明白為什麼他給你這個折扣 他的動機就是 我給你這個折扣是因為 想你買我 而穿了我的衣服之後 幫到我公司 但是一個貿易得到這個折扣之後 幫不到我公司 我不欺貿這個貿易 這個是兩個利益上的關係 他不會得到有利益 為什麼他會肯給你這個折扣 他是但求你這個明星 來買東西 穿了我的衣服幫到我 這個就是互相的利益 就是你得到這個折扣 我得到這個利益 如果你給了一個貿易去買 那他不會得到利益 就是他損害了他的利益 就是他要這麼便宜 鑒賬買一件衣服出來 對不對 在做生意的角度 那我們就很少站在他們的角度 我們是消費者的角度 我們的角度就是 哪裏有數字 我不能夠認同你 你們的角度永遠就是看 拿著數 就算我不拿著 那我都沒有東西 我都是把我的分給我 我的朋友 哪裏要花掉 尤其是折扣卡 大家聽聽這則新聞 來自陝西 陝西有一名男人 在一個大型超市裏 九月他開始發現 有一批顧客 經常拿著面值數千元的購物卡 這麼多錢 來超市裏大量消費 哦 數千元啊 不 因為有些卡是入了錢的 我明白 像八達通一樣 我知道 但是他們自己的超級市場 或者什麼 你可以在那裏 然後你可以登席 沒錯 香港有一間百貨公司也是 有 因為那張卡 假設我想做人情給陳彥幸 其實我只要買了那張卡 給你 你就可以入到你那裏 你可以買東西 你可以買東西 你選擇你自己喜歡的東西 是不是有點像他咖啡店那張卡 是啊 入了錢在裏面 沒錯 我們看到我們的粉絲 都經常送這些卡給我們 有啊 是入了錢的 就是請我們吃早餐 請我們喝咖啡 都是這樣 就是一些有錢裏面的卡 他就發現這個超市裏面 有這麼大量的這些 有錢的懷疑 開始就被人覺得 就好像行騙一樣 他後來報警 先發覺原來是員工 在自己盜取了200張空卡 哇 員工自己盜取了200張空卡 賣給人嗎 接著 在裏面 打漏洞 每張打多少錢 賣給人 哦 就是無本心利了 用公司的財產賣出去 自己再去代錢 是啊 員工做的 而且他為何會光顧他買呢 因為他會有折頭給他們 7折 是的 划算 7折 划算 7折 所以到最後 員工就說 其實是否都有7折的 如果有這些卡的人 然後那個公司就告訴你 是我們決定給什麼人 不是你賣給人 你從中得利 你賣給人是因為你得到利益 沒錯 所以到尾被警察抓了 他整件事總共令公司損失了13萬 而這個男人亦被警方刑事拘控 到尾有很多人一次過幫他買這些卡 去買10條煙 面值500元到5000元不等 都用這些卡去買 令到他們整間超市 裡面損失總共13萬 那這個員工當然是不對 你買公司的財產 從中獲利當然是不對 你們一定會覺得你們的行為是對的 我沒有從中獲利 我們沒有獲利 我們就拿一個優惠 但是優惠一直都在 那為什麼不拿 你說我們拿了大家珍風騷的收聽卡 去買5000元一張 我們從中獲利就說 13萬就說 大家珍風騷的收聽卡 尖崩頭 限額只有5000張 五千張以外的人 現在有五萬個人買 找我買 找我買 450元一張 我現在加到1000元一張 炒黃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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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說犯法 對吧 是啊 我們要拿優惠 大家請由這個 11點50分開始聽 直到這一刻 浪泥的人 永遠都不會覺得自己是浪泥 浪泥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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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